欢迎来到馒头商学院的文案训练营 那我是你们的一如既往的龙老师 龙小天就是我 那今天我们的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已经进入到了第四章 我们的产品文案的创意与撰写这一章的课程 那这一章的课程相对来说 内容没有很多 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告诉我们如何来进行产品的基本信息的一个收集 第二个部分是如何在你收集的这些产品信息里面 去甄选你的产品卖点 用文案的形式来打造你产品的一个爆款 第三个部分呢是产品描述文案的一个风格的设定 什么样的风格是更适合你的产品的 那第四个部分是我们在产品文案的撰写过程当中 会有哪些具体的步骤 以及具体的一些技巧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第一个部分的讲解 那第一个部分是如何收集我们产品的核心信息 那在之前我们的一些课程当中呢 我们会讲授到了一些关于产品信息的收集的一个基础性的方法和理论 那那个部分我们比较多的是从营销的角度 来进行整体的产品信息的收集 那在这一章里面呢我们讲到的这个产品类型的文案 其实跟营销文案的一个逻辑是相似的 虽然它可能没有营销文案的这个营销感那么强 但是在第一部分我们应该做的准备型的工作里面呢 那其实也是需要去进行产品和开发人员的一个沟通 了解在他们的脑子里 在他们的创意里面 他们觉得这一个产品的核心的一个功能点 以及亮点会是什么样子的 那在这个部分的收集当中 会更讲求整个功能点的一个大而全 比如说我们会收集到产品的名称 产品的类型 以及产品的背景 也就是这个需求的来源是怎样的 包括我们产品经理或者产品的设计师 对于这个产品的定位以及目标人群的设想 那我们在具体的这个版面的整个的设计的过程当中 包括用户体验的设立当中 希望突出哪些设计的特点 以及说在这个整个产品上面 哪些主要的功能点 是我们主要想在这一次的产品沟通上 想跟我们的用户进行沟通跟分析的 包括产品的一些属性 我们这个产品所能占领的市场的一个 这个级别以及使用场景 那这些呢是我们经常说的产品信息的 一个基础性的信息收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数据信息的收集 它可能会更加的具体 更加的以数据化的形式展现 比如说我们的新的版本 或者新产品的上线时间 我们的用户总量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的日活经常说的访问量 打开数阅读数 这个装机量 以及平均用户在我们的产品上的停留时长 是什么样子的 重复购买率 以及客单价 包括我们的每日每月的一个流水 包括我们用户在这个产品上的一个互动量 和老用户的一个活跃度 以及在一段时间里的新宗用户量 那其实这些数据呢 你从产品人员的手中拿到的一定是一个真实的数据 当然这个真实的数据不是说全部都让你去告知你的用户 或者说作为你的产品文案当中的一个资料或者是信息全部的发放出去 因为其实这也牵扯到我们整个产品发展的一个运营的问题 所以其实你可以在这当中去选取 你觉得能够代表你的产品的一个核心功能的一个特点的数据来做发放 比如说你可能在Q1或者Q2某一个季度里面 你的这个新增用户量有了一个很大的突破 是因为你做了哪些运营的活动 或者是做了哪些品牌的投放 使得你的产品的新增 有一个比较指数级的增长 是一个能够在此时此刻 比较大的能够彰显你的产品的特征也好 或者是它的属性也好 来进行这样的展现 包括说比如我们是一个电商平台 那这个电商平台可能在某一个月份里面 因为某一个运营活动 它的流水量增高了 或者是我们更改了某一种类型的品类 使得它的客单价提升之后 导致了流水的一个变化 那其实这都是我们在产品信息收集时候 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 那产品信息的收集 还有一个变化情况 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它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内 我们经常会以季度或者是半年 或者是年份一年份 来规范收集我们的产品信息的数据的一个变化 包括它的市场占有率 包括它的融资情况 新增的用户量 以及市场的投放情况 包括是否有一些重大的事件 最高流量的一个峰值的情况 出现在什么样的一个事件 以及什么样的时间点 那它意味着我们整个的团队 在这件事情上 所付出的一些背后的一些项目 或者背后的一些努力 那包括商业模式的一些变迁 业务模块的一些调整 以及重大的人员的一些变动 那其实这些产品的信息都能反映出 我们这个产品本身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阶段 跟未来可能会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其实在这些信息的收集当中 就可以帮助我们完成产品文案的第一个阶段 就是产品本身的简介阶段 那在产品本身的信息收集之后呢 我们可能完成的是产品简介的这个初步的一个概况性的介绍 那你会发现在任何一个公司简介也好 或者是产品的lookbook里面简介也好 虽然数据和客观性的这些内容可以标榜 或者可以彰显你的产品在这一段时间取得的一个成绩 和你的发展的一个趋势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大多数产品的一个简介会更希望 能够通过对用户的一个分析 来前瞻我们的一个产品的在用户心中的一个体量 那比如说我们就会进行产品用户关系的叫做自测的一个实问 那这十个问题基本上就涵盖了 所有我们的产品是不是被用户喜欢 是不是被用户认可 用户是否方便使用 用户是否依赖你的产品 渠道是不是有效的达到了用户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当我们能够完全的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找出用户喜欢和不喜欢我们产品的诱因 那会把我们的比较符合用户需求的这一个部分呢 会去做更强化的一个表现 那在这个用户不太喜欢或者是说在这样的渠道里面 并没有收获很多用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会去规避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表达 所以其实用户有很多没有被满足的需求 在这个场景当中出现了这样的没有被满足的需求 当我们收集上来这样的一个信息 会更加帮助我们去进行二次的一个产品的调整 以及产品的构想 包括我们会更容易的去产生我们自己对于产品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预想和一个预估 那这个地方会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是我们对我们自有产品的一个构想 另外一个渠道是对于同类产品的其他产品的一个构想 是不是对我们会有一些启发或者激发的一个作用 我们可不可以像其他同类型的产品一样去构想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那在这个信息的收集过程当中呢 也可以通过跟用户的沟通反馈的一个机制 收集到用户的一个需求分析 以及总结用户的一个需求 那在不断的发展这个新型的产品和产品的迭代过程当中 去找到那个可以出现标榜代表我们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点 那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通过竞品的分析来为我们的产品文案寻找灵感 那因为大多数的时候 我们其实跟竞品之间一定是有很多不同维度的区隔 那因为有了区隔 所以现在现阶段才会有这么多的一个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产品产生 那我们会对于竞品的分析会围绕的一个目的 来发散的收集竞品的信息 比如说我们会选择分析的维度 比如说这些维度可能是在某一个领域 内容领域里面的多个不同的 针对不同的用户的需求 会去展开的一个内容的设定 那比如说我们在星座 这一个垂直的分析领域 我们会分析假设 我是一个做星座类型的内容的内容主 那我可能会分析市面上现在有的 比较被大家认可的星座的一些内容主 比如说图闹大叔 比如说闹闹女物店 比如说这个星座不修人 你会发现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上 都有各自的撰写技巧 以及这种人称和口吻 以及常用的句式和情感煽动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从这个内容的角度 从这个内容的分析的维度里面 去寻找我们可以能够跟竞品相撞 或者是能够提供差异化服务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亮点 比如说最近就很火的一个APP 叫星座城 那它最一开始大量的被传播出去 其实它就是用了一个朋友圈运营的 一个这样的方式 以测量朋友的星盘的合盘情况 来进行用户之间的一个传播和运营 带动用户互动的参与到 它的这个活动中来 以及是说它更好地分析了用户 在这个现在现有的竞品 并没有满足这个用户 对于星盘的一个更深层次的挖掘 以及基于社交属性的 两个朋友之间的一个所谓星盘 合盘的这样一个功能的这个运营 所以其实它在这个角度 这个维度里面 就是从竞品的一个角度去出发 去研究 然后找到了一个更加适合 自己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就会想到说 如果你是一个这个自媒体 或者是公众账号 你怎么样去跟竞品要你的灵感呢 那首先你要去区隔自己 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公众账号 假设你是一个输出鸡汤 或者是输出价值观一个类型的 那你可能就会去研究 比如星世相 咪蒙一条二根 know yourself这种 很红火的很大的这种大号 那他们都在做的一个内容的输出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阅读的内容 那你在其中 可不可以找到一个更加垂直 细分的领域 去进行内容的设定研究 那其实胡心术在这里面 你会发现 他在分析了多维度的竞品之后 找到了一个符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内容的设定方式 也就是说 他会去针对少女这个特殊的群体 去进行他的所有的撰写的一个计划 以及口吻的 这个情感的 商业动作方法的一些设计 所以总结一下 我们在分析竞品的时候呢 我们大多数的时候 不只会从内容 会从撰写技巧 会从我们所有的设定方法 当中去寻找 也许我们可以跟别的竞品 区分开来的 我们自己独有的一个亮点 所以总结一下 我们在第一个部分 给大家讲到的 如何收集产品信息 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叫做去采访 我们的原生的一个产品设计开发人员 那他们会给你一些 我们之前提供的基础性的信息 数据信息和变化信息 以及说 在这个层面里面 能够给到你 成为这个表述产品的一个 核心的一个亮点的一个素材 第二个部分就是 去跟用户之间发生关系 去了解用户是否在你的产品上 满足了他的一些 渠道的需求也好 使用的需求也好 和是否有吸引到你的用户 那其实这也是 你很容易去分析一个产品的 文案的亮点的一个根源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 去研究竞品 找到自己和竞品之间的区隔 然后来总结你的产品 有可能成为亮点的一个 部分的内容 有了这三个内容之后呢 我们才能够通过这三个 部分的内容去甄选产品的亮点 然后再用文案的方式 来将你的产品打造成爆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